今天以知国股推介是中交建10000 经济报的投资则早减选原因是 中央增强维稳力度 但外围风险高 港股继续在二万关增测 短期下行压力预料比外围低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议 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利好基建股 股份可以留意在手顶单处备充足的中交建 猫截至去年12月底为止 中交建在执行美元公合同金额 三万一千几亿人民币 充足的合约订单为公司未来盈利 表现带来保障 而且内地基建市场投资由去年下半年 至今持续反弹 有助中交建订单增长 最新数据显示中交建首季的新签合同额 是四千三百几亿人民币 来年增加4.9% 与去年第四季相比增加近六成半 完成年度目标价三成 股价走势方面 以绝线图分析 中交建今年以来持续突破 中期下降轨扭转下跌趋势 策略上建议未有持货者 后十天线大约4.2% 仅仅收集 先以2月份高位5.1号7为目标 目前主要大行 给予中交建的目标价 介乎4.7号4到6.6 平均目标价大约5.7 回吐息宜守住4元 感谢